第一章 诸葛内经 话说当年诸葛亮五丈元施法续命 点燃九九八十一盏长命灯 只要八十一盏长命灯能保持七日不灭 便能续命百年 只是在最后一天 魏严突来闯入营帐 吹灭了一盏长命灯 诸葛亮盘坐中央 一口鲜血喷出而亡 人群爆发出一阵淤息 站在诸葛庐前 听着导游介绍有关诸葛亮生前的传奇故事 众人不尽 再次感叹天度应结 大骂魏严 倒是人群中的一位清秀青年男子脸上露出一丝的不以为然 他是大学的一位历史系大四学生 对于诸葛亮的世系本就了解得很详细 不说续命之说的荒诞 就这导游的介绍也是错乱百出 吴杖园上 诸葛亮 仰观天文 大惊 天上三台心 克星背鸣 诸心幽暗 自知命在旦夕 告之将为 勿速安 奇壤之处 但为之天意若和 如可引 假使四十九人 各持造旗 穿造衣 环绕帐外 我自于帐中 齐壤北斗 若七日主灯不灭 勿可增寿一记 如灯灭 无必死也 这是小说中 关于诸葛亮续命的描写 所以青年男子 才嘲笑导游的胡扯 七七之处 硬是被他说成了八十一盏 而小说中提到的 司马仪观天下 知诸葛病重 与兵士叹 未言惊慌闯入帐内 竟将主灯扑灭 诸葛弃剑探 约 死生有命 不可得而攘也 其后诸葛安排后世 仍与司马仪斗志斗勇 这才死去 不过 诸葛亮续命 本就是小说之言 这导游所言 同样是荒诞之谈 又有何不同 秦宇自嘲 他这次纯粹是出来散心的 纠结这些干嘛 当下收拾好心绪 随着人群 踏入了诸葛炉内 诸葛炉占地约 十二万平方米 殿堂楼阁 一百五十五间 排房 仙人桥 山门 大败殿 茅庐等 依次排列在中轴线上 分布两侧的建筑 分别有诸葛景 碑狼 古百亭 叶云安 读书台等 内里有大量的匾额 碑街保留着古今中外名人的家具名片 岳飞书 前初诗表 明朝 李东阳 重修诸葛武后慈祭 都受后世文人书法爱好推崇 初诗未解 身心死 常使英雄 泪满金 清语观摩着历代名人的诗篇文章 不仅感叹 也许正是因为诸葛亮 怀着满腔遗憾病逝 才使得罗冠中先生 会写下武藏元诸葛亮续命之言吧 沿途一路欣赏这些名人的书法 秦宇不知不觉来到了碑街深处 此处水深流淌 一座凉亭处立 亭中一位白发老者和一位中年男子 主察交谈 月安 你看这青年的面相可有什么见解 白发老者瞧见秦宇的身影 轻声询问对面的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听闻 双眼多拧了一会儿略为沉思 猜到 人老 此人面相平庸 无高低起伏 一辈子注定平凡度过 其面色与黑 鼻尖卵红 心有纠结 想必在情感上有什么不顺之事 两人的谈话 秦宇未能听见 不然的话 他一定会惊呼出声 中年男子的前半句是否为真 不可验证 但是后半句却是丝毫不错 这次出来旅游 正是一位感情之士 心烦意躁 才决定散散心 哈哈 月婉 你这橡树是越来越成熟了 要不了多久 就要超过我了 人老夸奖了 月婉学浅 还请您指点一二 看是否有谬 在这位老者面前 中年男子不敢拖大 恭敬出声 白发老者 睿智的双眸 扫视了秦宇一眼 问道 月婉 面相之术的总纲之句 你还记得不 人不可貌相 是啊 人不可貌相 这句古来业语 更是我橡树一脉的总纲 可既然人不可貌相 又何来橡树一说 且不自相矛盾 月婉认为 所谓人不可貌相 说的是一个人 不能凭借相貌美丑来判断 历史记载 皇帝威严相隆 地饶的眉身八色 地顺的眼睛有双瞳人 周文王有四个乳 大鱼的耳朵有三个大窟窿 周公的背生的是弯的 孔子的头顶中间凹陷 这些上古圣人相貌奇特 甚至有的丑陋不堪 但是接受后世万人敬仰 中年男子顿了顿 继续说道 因此人不可貌相 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因为外貌丑陋 来判定一个人的贵贱安危 吉凶祸福 不错 你说的这些正是 相树一脉的贤辈 想要告诫我们后人的 只不过你还是少说了一点 老者抚须而道 明太祖未成事之前 只是一个乞丐 面相突兽 患过天花而不死 满脸麻坑 与一般乞丐无二 直至其起兵伐员 日益寿长 全古突出 到成就帝王之位时 帝阁雄起 远超常人 被后人称为帝王之相 人之相貌并不是一成不变 受后天因素影响 因缘机遇之下 相貌也会发生改变 所以祖师以 人不可貌相 告诫我们相树一脉 可相人 却不可相命 老者又一指秦语 说道 命运之说 本就悬之又悬 你看这青年 看似相貌不扬 但你再仔细观察 他的福古 此人福古无奇 并没有红鸣银润的迹象 反倒昏尘晦色 这是祝师不顺之兆 中年男子疑惑道 作为一位相树大师 早在秦宇进来的第一眼 他便看了透彻 相树一脉 讲究七岁以下看左耳 八至十四看右耳 十五岁看鹅 十六岁看天忠 十七十八日月角 二十出头看福古 你看到的只是表面 却是没能忘弃 忘弃 老者的话 让中年男子震惊 顾不得失礼 急忙问道 人老 你达到了忘弃的境界 在这诸葛卢内 感悟了十载 前不久 我踏入了忘弃境界 只是 唉 老者的声音 有着一丝自傲 但更多的是遗憾 人老 你踏入忘弃境界 实在是可起可赫啊 放眼我相树一脉 已经有多少年 没人能达到这一境界了 此刻 哪怕是中年男子 说话的语气 都有着羡慕 相树一脉 本就是讲究看相 忘弃 相指的是面相 而弃指的是人的命运 只有看相和忘弃结合 才是真正的相树 只是近百年来 相树是微 人才凋零 再也没有人能进入忘弃境界 人之命运 一说实在是玄之又玄啊 我也只是触摸到 皮毛而已 我观的青年 虽然面色有欲 但一口人气环绕福古 显然将有一场造化 秦宇丝毫没有发现 自己被另外两人议论着 他是一位历史系的学生 对于书法 也颇为喜爱 看到这些名人临摹的字迹 或苍近有力 或游龙凤舞 边走边看 十分入迷 竟不知听色 已然逐渐暗淡 咦 这是什么 秦宇默然的发现 眼前的一块石碑上 竟然只刻着两个古朴大字 八卦 在诸葛楼发现 和八卦有关的东西 秦宇毫不奇怪 历史上 诸葛亮的八卦镇和八卦图 都是赫赫有名的 秦宇诡异的是 这块石碑为何只有八卦二字 再无其他 如果秦宇仍在办公的话 他就会发现 他此刻所处的位置 恰是整座石碑原地的中心 以眼前这块刻有八卦的石碑为中心 四周的碑节兴罗齐步 隐隐中有着机关之妙 秦宇双手触摸在石碑上 对于这块特别的石碑 他有着好奇 十指抚摸在那两个古朴的大字之上 顿时一股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 紧接着 似乎有着很多的讯息 透过石碑一股脑地传击到秦宇的脑海之中 秦宇此刻就像一台运行的电脑 因为众多的信息勇气 不堪负担 昏迷过去 而在他昏迷的瞬间 古朴的石碑光芒大盛 直穿天际 遥遥指引着某一颗星辰 只是如此巨大的光柱 却没有引起诸葛卢内其他人的目光 似乎毫无察觉 随着光柱的牵引 星辰逐渐移照到秦宇上空 奇异的光辉洒在他的身躯 光辉之中 一些名文飘然入体 持续不断 两久 整片天地已经陷入黑暗 一盏盏灰暗的颈灯亮起 一位青年男子从地上缓缓站起 揉了揉大脑 那里仿佛刚经过一次爆炸一般 异常疼痛 诸葛内惊 等头脑恢复清明后 秦宇赫然发现脑海中多了一篇经文 他的神情变得紧张起来 这谁的脑海中莫名其妙地多出一本经文 没被吓坏就不错了 宁神阅读脑海中的经文 秦宇的神情逐渐变得清明 直至最后双目闪烁莫名的神色 这是卧龙先生的传承 观摩了一遍诸葛内惊 秦宇的神情变得兴奋起来 双目熠熠生光 此经竟然是诸葛亮生前所著 分为上下两步 记载着诸葛亮的毕生所学 只是秦宇获得的是上步 主要是涉及玄学 勘于之术 换句通俗的话就是风水学说 书中提到诸葛亮的八卦阵 就是根据风水方位研究出来的 虽然那北斗续命之法 也属于玄学范畴之内 如果这本书是秦宇平时 在某个书饭摊位上看到 肯定会嗤之以鼻 但这经书出现在他脑海中 这本身便说明了此书的神奇之处 书中记载的东西 虽然玄之又玄 但和经书莫名其妙地出现在 他脑海中来说 都不算什么 作为一位历史系的大学生 秦宇对于古人对风水学的研究 还是略微地了解 要说风水 纯属子虚乌有的东西 也不会从古流传至今 存在既有道理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眼下此处人既稀少 又是夜晚 只有几盏露灯 在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秦宇倒也不急着离开 索性盘腿在奔衣街边坐下 仔细翻看脑海中的诸葛内金 此处深幽静谧 在灯光下 秦宇盘腿闭目 一动不动 时不时的双眸睁开 闪过一道亮光 随即又再次闭上 青年的身影被路灯拉得老长 时间逐渐流逝 气温也渐渐下降 不过秦宇毫无知觉 似乎沉寂在某种状态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